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CC朱丽玲 我今年28岁 我身在上海 从小们和家人去英国读书 上海女人的特点 我不能说是完全一个上海女人 说句实在话 我真的没有上海女朋友的 上海女的朋友的 哪里也没有 好可怜 因为我是一个 非常喜欢记录的人 所以我有很多灵感 都是会在餐厅纸上 不同乱七八糟的酒店纸上 《超级巨星》 其实是这个夏天里我写的 然后这个夏天 我在整理我所有的记录的时候 我发觉 我以前写过 15、16岁的时候 写的一首《超级巨星》 就是说一个平常女孩子 她怎么样变成一个超级巨星 然后一个默默无闻的男孩子 跟她的故事 CC的《超级巨星》 歌名就很嗨 唱得更嗨 乱跳乱跳的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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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这首歌 我是你的唯一 我是你的传奇 我是数月观众的 而你只是一颗漆而已 这次思索的感觉 这有认识的人怎么可能 哈喽 有认识的人 但是我不认识歌手 我认识吉他手 好 你在这个房间干嘛 哈喽 姑娘 哈喽 你叫 我叫CC CC 你好 你好 你 你 不需要介绍 在这儿还能见到熟人 可以的 可以的 好 可以的 你好好谈 不要丢人 我跟他很熟 但是我不认识你啊 公平啊 我不认识你歌手 我是人们的时代 一颗巨星变身 整天要你念念不忘 紧紧若我在怀中 我 我是你的唯一 我是你的专辑 我是数月观众帝 而你只是一颗棋而已 在这世上 单独相处越来越小 只坐在观众席上偷看着你 但却无奈 Fans 疯狂喊着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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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you 那他们有像我这样懂你吗 I love you 吗 我不能与别人分享的爱 更不允许别人抖走的爱 这不是自私的顺畅 我太care 尽量做 我唱的歌 我修的思念的戏 I'm a daydreamer and you're my dreamer everything 但是这个话 我刚才跟隔壁哥们说过 我说如果我不选你的歌的话 是因为你的歌 这太难唱了 为了工作 我得先过去了 好吧 好的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 能苦一个 拿苦一个 哈哈 哈哈哈